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事实呢 经济腾飞 和谐发展也没见哪里垮掉 人总有低谷 都需要学习和成长 每一代人都是从青春年少走过来 谁还没个迷茫 浮躁的阶段 成熟无非就是这样 经历过 思考过 才知道自己该活成什么样子 等一代人成长起来 不一定比上一代差 放在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人穷的时候 不要在意哪些看不起你的言论 置身事外 站着说话不要疼 听得多了 我们自己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好 学着忘记这些看不起你的人 穷不可怕 可怕的是 连自己都开始觉得自己扶不起来 如果一个人看不起你的人 会有哪些表现 第一 人为言轻 忽略你的存在 看到一个故事 男人是做生意的 他的生意上 遇到了一些难题 于是就请圈子里的一些前辈吃饭 到了饭局上 他挨个给每一个男士倒酒点烟 却唯独忽略了两位女士 结果最后能帮得上忙的 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士 最后 于是同样为难了他一番 才接受他的请求 从一开始 男人是瞧不上这两位女士的 他潜意识想的是 一个女人家 能有什么本事帮我呢 但他却没想到 被他看不起的人 却是唯一能给他帮助的人 在生活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大多数人 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别人 比如 看你穿的衣服普普通通 就不会跟你说话 看你开几万块钱的车 连保安都找借口拦着你 看不清你的人 会刻意地忽略你的存在 在人群中 你才会明白人为言轻的道理 第二 无论你拥有什么 他都会贬低你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案例 一位网友在论坛发文 说自己二十多年来 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父亲的认同 尽管他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 也考上了不错的本科学校 毕业后还进了互联网大厂 可这些在他父亲眼里 依旧是很差劲 每一次跟父亲聊天 他都会遭到父亲的贬低和挖苦 你差得远呢 就这点成绩 你叫什么 从小到大 都是如此 所以 在这个男生的潜意识里 他特别渴望获得父亲的认可与鼓励 这已经成为了他心中的痛苦与执念 在生活中 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无论你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拥有什么 对方都是一副瞧不上你的姿态 包括 夫妻 情侣 朋友 陌生人 人们内心最大的渴望 就是获得外界的赞美 当事与愿违 我们就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自卑中 人这一生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伤害 有人经历了感情的伤害 有人事业不如意 更有人家庭有矛盾 而当一个人负债累累的时候 伤害则更多 很多平时在一起的朋友会远离你 家人可能也会怀疑你的能力 更有一些平时就比较刻薄的人 会一直说 你没用这种话 负债累累的时候 不妨施着放下这些伤害 化悲愤为力量 好好的去奋斗去打拼 这样日后才能取得成功 对于伤害自己的人 放下他们带来的仇恨 豁达的生活 只有这样才能生活得漂亮 二 帮助过你的人 熊的时候 忘掉哪些曾经帮过你的朋友吧 原因有三 一 我们还没能力报答他们 二 我们容易在向他们伸手 三 我们需要自己站起来 困难的时候 曾帮过我们的朋友 很可能还会向我们施以援手 一次两次还好 久而久之 人会形成依赖的 就好比信用卡网贷 预知消费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 但归根结底 还是收入来源问题 熊人缺的不是钱 是走出困境的办法 困难的时候 试着用自己的能力走出困境 才不至于再落入困境 没错 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 也不要忘了自强 当我们有能力了 再想报答的是吧 人总是最脆弱的时候 是最渴望帮助的 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一个人伸出援手帮你 这份恩情是要记住的 回报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 而最好的方式就是互帮互助 有时候回应一个人 并不是说要用钱 而是要用心 每个人都会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今天帮助了你 你在他需要的时候 帮一下他 或许对方会记你好久 有时候 你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 也是在帮助自己 人在低谷和绝境的时候 是最能记住一个人的 也是最能看清 谁是真心帮助你的人 做人 还是要懂得感恩 珍惜彼此的情谊 当你心存感恩的时候 也会得到爱的回馈 感情都需要有往有来的维护 受人恩惠是常情 知恩图报是修养 一个人帮助了你 你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忙 这就是一种最好的报答方式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 你对待一个人的方式 就决定了对方回应你的态度 世间的一切都是为了遇见 冷遇见了暖 便有了雨滴 春遇见了冬 便有了岁月 而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便有了生机 每一份遇见 其实都是一种缘分 遇见了要好好珍惜 尤其是伸手帮你的人 更加要懂得珍惜这份情谊 因为并不是谁都会选择帮你 不要去抱怨世界 也不要抱怨他人 就好好珍惜彼此 一个人真心对你 你也真诚回应 万事万物的根源在于自己 当你秉持一个好的心态的时候 自然身边的事物也会变得美好 人要学会保持感恩德心 感恩身边默默帮你的人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 才让你感觉到爱和温暖 让你觉得人间美好 三 忘掉曾经的自己 曾经的自己也许不堪 也许总是失败 如果我们总是沉溺于过去的自己 就很难站起来 我们只有忘掉曾经的自己 才可以真正地摆正自己的心态 去审视自己自身的不足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重新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遇见更美好的未来 只有我们不放弃自己勇敢去拼搏 总会有一天 你会感谢拼命努力的自己 这样我们的底气十足 身边的人也会对我们刮目相看 忘掉曾经的自己 不惧艰难贤足 东山再起 指日可待 四 见不得你好的人 见不得别人好的人 多数都是一些心属不正的人 他们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摆正不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质疑 为什么这种人会出现在自己身边 自然界的规律就是如此 在穷困潦倒的时候 如果你的身边出现这样的人 他不但不会鼓励你 反而会不停地打压你 巴不得你永远地爬不起来 永远地穷下去 但凡有一点起色 都会在一旁不停地干扰 这种人通常自己也非常的失败 自己越不好 越想找一个和自己一样垫背的 似乎只有这样 才能够心里平衡一些 别人好可以 但是一定要等他比别人好了之后 别人才可以有转机 甚至再偏激一点 自己即便过得好了 也希望别人过得都不如自己 留这种人在自己的身边 正在开导一个中年男人 这个高僧说 当别人瞧不起你的时候 牢记三句话 好运不请自来 一 学会忍辱 星云大师说 做人 忍辱方可负重 从自然万象尽私 在狂风暴雨中 飞禽会感受到哀伤 忧虑 惶惶不安 晴框万里的日子 草木茂盛 惺惺向荣 由此可见 天地之间 不可以一天 没有祥和之气 而人的心中 则不可以一天 没有忍辱的神思 曾经看过这样一个 有趣的故事 在九华山下 有一个有钱的千金小姐 从父母之命 与门当户对的一个公子 定日亲了 正式结婚的三年前 小姐在娘家 竟然生了个孩子 在父母的严厉的追问之下 这小姐说 我一次到九华山上 寺庙里面进香时 被大兴和尚 玷污后怀了孕 才生了这个孩子 小姐的父亲 气急败坏之下 带着打手 闯进寺庙 当众打骂 羞辱大兴和尚 并且把这个孩子 塞给了他 大兴和尚 不动声色 无奈之下 接过孩子 只是无足轻重地 说了一句 善哉 阿弥陀佛 从此 从此 在当地九富盛名的 大兴和尚 一下子声名狼藉 到处被人们耻笑 骂他是花和尚 他却不放心上 每天下山 为孩子花圆母奶 在他精心调养之下 这孩子渐渐长大了 白白胖胖 聪明伶俐 这样 时间一晃 过去了三年 小姐正式出嫁了 在洞房花竹夜 丈夫追问孩子的下落 她如气如素地 从头讲述了一遍 第二天 小夫妻俩 如实地禀告父母 原来这孩子 就是他们的亲骨肉 是栽赃陷害大兴和尚的 第三天 借小姐回门之际 到了娘家 又如实地禀告了 生生父母 父母听后 目瞪口呆 悔恨莫及 双方父母带着小夫妻俩 来到了寺庙 向大兴和尚 父亲请罪 双膝跪道 叩拜求饶 并请求要回孩子 大兴和尚 高高兴兴地抱起孩子 恭恭敬敬地 送到母亲的怀里 仍然满不在乎的样子 乐呵呵地说 你回去吧 我弥陀佛 他双手合十 满面春风地 转身回到禅房去了 从此 纵僧与百姓 更加钦佩和敬重大兴和尚 星云大师认为 人和人都是不同的 当我们受到别人污辱的时候 不要急着去争锋相对 不要急于予以还击 而是要学会去隐忍 要勇于去忍受 这样不仅可以扼住自己心中 消极情绪的增长 也在别人面前显出自己的大度和胸怀 说不定 当人们静下心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错了 或者做得过分了 还会主动地向你道歉 这样原先的一切乌云密布 也就烟消云散了 二 逆行菩萨 人生当中有许多逆行菩萨 这些人会给你打击 给你挫折 他们都是来助你修行的 有个法师说 菩萨有逆行的法门 凡是打压你 压迫你 刺激你 欺负侮辱你 使你爬不起来的人 都可能是逆行的菩萨 很多时候 很多人让你心烦郁闷 你抱怨 为什么我这么诚心诚意的付出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和评价 很多事情让你感到不公 你会埋怨 为什么运气如此之差 道路如此之坎坷 如果你将这些 都看作是对你的磨难 看作是你自己的修行之轮 那么 真的应该感谢这些人 和这些事 大到坦途上所得到的一切 都远不如经历千番磨难后的顿悟 唐僧为了取真经 历经重重磨难 美国大副瓦官 送给儿子心灵毒鸡汤 希望他接受磨难 这些磨难都让我们 获得了真理 懂得了珍惜 遇到每一个人都是菩萨 每一步路都是修行 有句话说的很对 你做的越对 背后说你的人越多 你变得越强 背后打击你的人越多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始终坚持自己的想法 将这些声音化作是前进的动力 人生就像是向上窜的螺旋桨 没到一个节骨眼的时候 就需要加足马力 需要大力 而这大力的来源便是逆行菩萨 表面看来 他们给我们添了很多的麻烦 或者让我们失去了一些好处 但是命运或上帝是公平的 这里少了 那里就会多给一点 所以当你放下很多东西 就得到了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东西 就像老子所说的那样 获惜福之所依 福息祸之所福 在生活中 我们要学会把别人的阻碍 当作是自己前进的条件 化阻力为动力 把绊脚石当成垫脚石 在逆境中前行 这样最终成就的是自己 收益的也是自己 3.强大自己 2018年4月4号 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 总决赛正式开赛 雷海维的对手是 北大才子彭敏 他是这一届比赛的头号选手 有着极为浓厚的文化底蕴 并且参加过中国诗词大会 第二季获得的亚军 是一个有实力 有经验的选手 但是雷海维是一个 欲强则强的人 面对这位实力超群的 北大才子 雷海维可谓是破釜沉舟 回之一战 最终凭借着超强的意志 和扎实的诗词功底 击败了北大学子彭敏 强势夺得了中国诗词大会 第三季总决赛的冠军 从2001年 中专毕业至今 他当过洗车工 做过推销员 后来当了快递员 不管工作有多大变化 始终未变得是 他追求诗歌的宁静 淡定之心 不管有多忙碌 他的内心始终有一处宁静 是留给诗歌的 工作之后的零碎时间 他归于宁静 用闲暇时工专注于读书 背诗 雷海维几十年如一日 对诗歌的追求 使得他最终获得了收获 人生不如一之时十之八九 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对待这些事情的态度 在你默默无闻的时候 很多人会轻视你 会嘲笑你 让你感受不到什么尊重 内心强大的人不以为意 只是坚定地按照自己 计划的路线前进 而内心柔弱的人 在内心纠结不安 通过讨好 来寻求被别人尊重的感觉 其实很多时候只要 我们自己变得强大 才能够住在别人的人生 对于强者来说 人生的困难是调味料 它们会让自己的人生越来越精彩 它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勇敢 它们不会在意别人 对自己是否尊重 因为它们知道 等到自己强大了 别人的尊重会随之而来 在现代的社会上 有很多 胡尊重 不是依靠别人的施舍而获得的 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赢得的 有些消极的说 现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都是视力 只有自己强大了 有嚣张的资本 别人才会高看你一眼 才能感受到别人的尊重 很多人为了获得别人的尊重 不惜放弃自己的尊严 努力的讨好别人 殊不知 你的讨好 只会成为别人小窍你的资本 渐渐的 你的付出 也会被无视 唯有让自己强大 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 有时候 你觉得可能适当的忍让 会让你避免很多的麻烦 也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 殊不知 有的时候你的忍让 在他人眼里看起来是懦弱 是没有能力的表现 他们不但不尊重你 反而会认为你是好欺负的 无论社会怎么进步 人的思想境界有多么崇高 总是离不开弱弱强势的道理 即使现代社会不公平还是存在的 在懦弱的人眼里 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公平的 遇到别人的嘲讽和不尊重 就会自暴自弃 暗自神伤 但是在有能力人的眼中 别人的嘲讽和不尊重都是不重要的 因为他们知道 当你变得强大的时候 尊重也会随之而来 所以不必为眼前的苟且暗自神伤 在现实生活当中 赢得尊重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变得强大 一个足够强大的人 才能够吸引别人的关注 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 一个足够强大的人 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和偏爱 别人才愿意听取你的建议和意见 正所谓富在深山有远清 穷在闹市无人为 你的能力决定着别人对你的态度 不必抱怨人情冷暖和事态炎凉 因为真正的强者并不在意这些 当你越来越有能力时 自然会有人看得起你 尊重和公平也会随之而来 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国家层面 都是这样 当你有足够的能力 去抵御外界的艰难困苦 自然会赢得别人的尊严 而一味的逃避和讨好 只会让你逐渐的丢失自己的尊严 最终沦落为别人的笑话 当你自身变得强大 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正义 公平 充满了美好和尊重 因为你的强大已经让你的事业 变得更加开阔 你的强大让身边的人 渐渐的高看一眼 不敢随意的对待你 所以当你真正强大起来 你会发现 你已经获得了真正的尊重 自己强大后 曾经遇到的困难 困苦 皆可不拱自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订阅一下 散步 现在就会发现 我认为你满地 我认为你满地 我认为你满地